哎呦 严重 因为呢 我这个玩法太自私了 小夫不甘心 见过视频回来好丑啊 这个很久了啦 这个影片很久了 的确是有啦 我也有忘记了 okok好 没关系 我今天是要跟你购买这辆白色的车 因为这辆车呢 的确是很漂亮 而且呢 我之前有答应过观众说 我要拍这样的系列 然后来测试一下这辆车 有多么的墙 而且它的防弹功能也多么的好 所以呢 你有什么好漂亮的价钱 你卖给我呢 卖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你不用问我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因为我错过百分 其实大家的观众在 有订阅我们的系列 YouTube频道 所以才不卖给我呢 我还是要确定你到底有没有订阅 我当然有订阅啊 这还要说吗 哎呦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 赶紧底下按下你的订阅号 我想要不要错过一下 灯焦距离影片啊 其实这辆车很不错的 你们看一下啊 这辆车的 它的那个灯哦 全部都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还最大灯的 还是纯会亮到的 哇 你看一下是不是很不一样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里面的内装 哇 真的是超漂亮的 对不对 然后上去 诶 诶 诶 现在人家人他们从来出来 以后就要不要用 他将火柴扔到了 因为鞋一边的沙发上 对面的老总看到这一幕 认为他是在找事 然后下一名 正招沙发的最近全都找得起来 老总直接不想问不过 沙发之所以降下的这么快 是因为他的材料出现了问题 他将火柴扔到了新满的沙发上 对面的老总看到这一幕 认为他是在找事 然后下一名 正招沙发的最近 为了证明沙发质量的问题 他将火柴扔到了新满的沙发上 对面的老总看到这一幕 认为他是在找事 然后下一名 整招沙发 瞬间全部找了起来 老总直接被想愣住了 沙发之所以降下的这么快 是因为他的材料出现了问题 而对于消购员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因为就在几天前 消购员贴的报警 有一个住户家里 爆起了白烟 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 这家住户是一名熏香 他们首先想到很可能是商务的原因 他们上前敲门却无人回应 紧接着里面燃起熊熊大火 他们立刻破开大门 里面的火石越来越旺 他们很快发现了被困的人员 这时外面的队员接到命令赶紧放水 他们立刻打开水枪 扑灭了被困人员周围的火石 然后赶紧上去把人员救了出来 另一边 他们开始扑灭其他地方的火石 没过一会大火就会全部扑灭 他们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但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他看到火星落在沙发上 没过几秒沙发就发生了爆炸 这让消购员感到非常的刺激 因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于是他们立刻打到屋内检查气货的原因 他们将已经烧掉的沙发翻了过来 却惊奇地发现 这座沙发这样驻自当地有名的家居厂 更严重的是 经过检测发现 沙发的材料竟是具安适 相当于固态化的汽油 引起价格便宜 强被用到出机房中 而更加大气氛的是 曾经他们有一个原因 这样的重点爆炸 有进行提升 而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原因 于是他们聚在公司门口 将企业导重给拦了下来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口的一幕 消防员自掏腰包 买下他们的新款沙发 并由一枯火柴 给这位老总华上了一课 作为一家企业 为应以最低标准 最大限度的节省成本 因为最低的标准 往往也依偎着最低限度的安全 不要仅仅给你的顾客 一件好看的家具 更应该给那些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因为我对于消防员来说 火灾现场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小伙企业 小伙企业 你们平时卖软炭是个标准的 是不是也只有三个大包盆 包盆 不过的包盆出来的那是没有灵魂的 今天先给你一个小伙伴 露子也给你们买来 满自面新推出一款 总是一起的露子可乐客 把手枪露子里全都没有 我们的老规刀 一把就给我自己 剩下的交给我们的小伙伴 静止点赞通过 整体的配件非常高速 战术设备感 直接拉满 红点凉 调力气 一调一调 而它使用的是那种小鞋的卵蛋 这里是一包出了蛋格 这把球的整体使用的都是ADS 资料财政 蓝色的动作是一颗软胶 或者它非常不舒服 另外的这两滑脚指射也这么浓 配件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南海鱼华 肯定会选择这把天蓝色或者是三路卑 但是呢我们不一样 我喜欢这种粉色 没有一个男人 但这张是一把褐色的小斑帽 手动和时间呢 胖口鞋非常的棒 那么啊 蓝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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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圈子上是一脚弹不卡 不过这就这么这么 就已经难买了 但他丢了手拉快了 刚才行为会有大大大冒火花的感觉 大大大冒火 这个字子是有点看组的 顺便是最后的车带来给一个名下 你觉得你马上去小手枪 最终不死 是一个 为了证明沙发质量存在问题 他将火柴扔到了新满的沙发上 对面的老总看到这一幕 认为他是在找事 然而下一秒 整张沙发 瞬间全部找了起来 老总直接被下愣住了 沙发之所以夹上了这么快 是因为他的材料出现了问题 而对于项房员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因为就在几天前 项房员接着报警 有一个住户家里冒起了白烟 根据附近的居民介绍 这家住户失明于熏香 他们首先想到很可能是商务的原因 他们上前商务却无论毁 主机的里面连行处大堆 他们立刻扑开那门 里面的火是越来越晚 他们很快发现了被通的人员 这时万人的队员接到命令赶紧放水 他们立刻打开嘴箱 扑灭了被通人员周围的火势 然后赶紧上去把人员救了出来 另一边 他们看着扑灭其他地方的火势 没过一会儿大火就会全部扑灭 他们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但根据受害者描述 他看到火星落在沙发上 没过几秒沙发就发生了爆炸 这让消防员感到非常的迟 因为根据到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于是他们立刻来到屋内检查其货的原因 他们将已经烧烧的沙发翻了过来 却惊奇地发现 这座沙发竟然出自当地有名的家居厂 更严重的是 经过检测发现 沙发的材料竟是居于安置 相当于固态化的汽油 因其价格便宜 常被用到出租房中 而更加让他们气愤的是 曾经他们有一个队员因这座 被爆炸不尽牺牲 而现在他们终于知道的原因 于是他们聚在公司门口 将企业劳动给拦了下来 紧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营诺 相当于是把腰包买下了一个新款沙发 并由一根火柴 比照个老整好上了一刻 作为一家企业 说因为最低标准 最大限度的接受成本 因为最低的标准 往往也意味着最低限度的安全 不要紧紧给你的顾客 一件好看的家具 更应该给大家认识的机会 因为对相当人来说 火柴线现场的每一米 都最短短短短短短短 这个男人叫大卫 是一位 老板 你要的方便我已经穿出来了 后续的腰板 方便我已经穿出来了 进床吧 是家里面 这里 来 方便穿好了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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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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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叫大卫 是因为退休的 就从上次和老板们处理完 副总统安排那场暗杀阴谋后 大卫就一直和自己的爱人小美一起 过着简单幸福的老年生活 这天 大卫又带着小美一起去逛超市 结果半道却突然遇到老友强客 强客告诉大卫说 他感觉有杀手盯上自己了 希望大卫能出面帮自己处理掉这些杀手 可大卫听后却直接拒绝了 原来 强客会有严重的被迫和妄想症 总是让自己处于极度的焦虑和恐慌之中 对于他的这套说辞 大卫早就见怪不怪了 强客见大卫太不如此坚决 也只好一个人驾车离开 结果汽车刚刚开出去不远 就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等大卫再次看到强客的时候 他已经躺进了棺材里面 永远的闭上眼睛 大卫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人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就死了呢 于是他取下强哥掀起了大头针 试探性的朝他的手被扎了一下 毕竟在此之前 强哥已经靠着炸死骗了大家很多回 可这一回看起来像是真的 大卫健壮悲痛的转身离开 随即便准备带着小美躲起来 毕竟杀手能找上强哥 那么很快也能找到小美和自己 可两人刚刚走出教堂的门 就迎面遇到了一群中情局的人 他们以危险嫌犯为由 代表大卫 临走之前 大卫还特意嘱咐小美说 赶紧躲进安全屋里去 没有特殊情况千万不要出来 不久之后 大卫便被带到了一间审讯之内 一名中情局的官员 毕竟说出关于龙魁计划的命运 可大卫据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两人将军之时 外面突然闯进来了一支 顾文斌小卫 他们以为开枪扫射 很快就撞出了审讯之大门 原来这伙顾文斌 是美国五角大厦里面派来的 他们授权 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务必拿到龙魁计划的具体内容 回首的那个白毛 更是以小美的性命作为要挟 逼迫大卫乖乖就范 面对白毛的挑衅 大卫彻底的怒了 他直接用头将桌子给撞碎 然后三两下公斧 便将一群人给他趴下 随后用其中一名雇佣兵作为人质 一点点的从审讯是走了出来 朋友 这个白毛也是